很多人都試過訓禮頸 今天我會示範幾個簡單的動作 對舒緩和預防訓禮頸都很有效 我們可以透過一條長度適中的毛巾 去和頸椎做一些簡單的頸椎關節鬆動 做的時候我們將毛巾放在頸的位置 兩隻手輕輕拉住它 大家要留意頸毛巾的位置 要放在頸痛的地方 我們做的時候 假設這次痛側是在左邊 我們先把頭側向左邊 然後一手固定毛巾 另一隻手把毛巾向上向斜的方向拉 拉向對面眼睛的方向 然後輕微拉扯去鬆動關節 大家做的時候要記住 我們拉扯的時候 幅度第一是不需要很大動作 第二速度也不需要快 你需要慢慢很輕力拉就可以了 我們重複這個動作 五至六下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主要是可以放鬆頸椎一些鬆緊的關節 和舒緩來自頸椎的不適 對於訓禮頸的情況特別有效 我們首先準備一個按摩球或者網球 然後我們靠長站 兩隻腳稍微站出少少 把網球放在肩甲骨和頸中間的肌肉位置 輕輕壓到球 然後我們身體左右輕微移動 找回最軟最鬆緊的位置 然後把球固定在那個位置 再左右移動大概30秒的時間 就可以放鬆到鬆緊的肌肉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放鬆右邊了 當然我們放鬆左邊的肌肉 如果想預防訓禮頸 我們可以透過橡筋帶 去做一個簡單的頸部深層肌肉鍛鍊 做的時候我們把橡筋帶 繞著後尾枕的位置 兩隻手 輕輕拉著橡筋帶施加少少阻力 然後我們把下巴向後收緊下巴 這個時候會感覺到少少來自橡筋帶的拉斜感覺 我們維持這個姿勢五秒 放鬆 放鬆 再來收緊下巴 維持姿勢 定住五秒 放鬆 我們可以重複這個動作十五下為之一組 然後每天做兩至三組就可以了 如果頸部深層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是有改善的話 就可以減低頸椎受傷的機會了 放鬆 分內頸除了和肌肉關節有很密切的關係之外 和我們睡什麼枕頭都有很直接的影響 我們睡的枕頭最重要要留意兩樣東西 分別枕頭的高度和硬度 如果我們平睡的話大家要留意 枕頭的高度和硬度應該足夠承托頸椎的天然弧度 同時也要承托到部分肩膀的位置 如果打側睡的時候大家要留意 枕頭的高度應該和肩膀的闊度是接近的 同時頭、頸、脊椎應該是成一條直線的 如果枕頭太高的話 頸上面的肌肉就會過分收短 而頸下面的肌肉又會過分拉長了 同時頸部就會出現一個不平衡的情況 會很容易增加一個訓禮頸的機會 然後上次到大ほう 除非人出現了 請問多次來 3、5、3、4、6、2、4 3、9、3、4、4、0、2、4、8、4、1、4、5、9、9、4、7、9、9、4、1、3、2、3、4、0、3、4、0、4、0、2、3、1、4、1、2、3、3、2、2、1、4、1、5、3、1、1、4、5、2、3、4、3、1、3、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